80年代的時候,我爸爸已經是移民去澳洲了 那時候就帶我一起去澳洲讀書 那時候已經辦了移民了 所以我就沒有這樣的想法了 但是我自己的家人在澳洲的Sydney 都會有些物業給家人住 別人去旅行就去旅行買東西 我很喜歡看看那裡的房子,找一些地產 有一次在日本,其實都很近的 好像是去年的事 又是去看房子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非常棒的房子 已經是簽約去買的 但是後來又是去一些論壇看看 發現很多網友會說 其實在日本買樓有很多隱藏的條款 有很多稅 或者租給別人之後有些增值稅 以後好像真的會很煩 因為它有七天的冷靜期 那我就動用了這個七天的冷靜期 就沒有買到 但是其實我現在都心悉悉然 因為我始終覺得是挺好的 日本有個物業 我心目中的Dream House 最重要的是近朋友 就是你有朋友才可以 比如說去到馬爾代夫 或者去到一些毛尼拉威這麼遠的地方 美得不得了天堂 但是你很孤獨的 那是沒有意思的 很容易去找到東西吃的 因為我年紀越來越大 每一個人都是的 所以還有醫院 救傷車到的地方 千萬不要去那些 要直升機才能到的 所以香港始終是我的首選 breakdown